今天是2024年11月20日星期三 今天焦点继续有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讲一下非法初选案的判刑 看下当普通市民都觉得判得轻的时候 有一小撮的反对派怎样不服气了 昨天11月19日是非法初选案的判刑 包括搞手戴耀廷在内的四个人 被列为首要分子 所有犯人被判监禁十年至四年两个月不等 应不认罪有没有负义 成为犯人下场的分水岭 法官在判辞结尾的部分 点了11个人的名字 包括朱凯迪、张可心、王子月、郭家琪、 吴敏仪、刘永康、杨岳桥、范国威、 吴志恒、岑奥辉和黄白宇 说他们的表现表现了真诚悔意 如果是真心悔过的话 就有关部门会立入考虑是否提早释放 大家要知道有没有在监禁时行为良好减刑 就不是法官可以定的 而是程教署、署长决定的 而我们看到整宗案一直不认罪 站到硬的几个被告 有周嘉诚、何归岚、余慧明、 长毛梁国雄、林卓廷 分别判监七年九个月、七年 后面那三个也坐六年九个月的 刑期比起其他一样列为积极参加者的被告 硬硬地是长两年的 更不要说上面提到那十一个法官点名的人 可能还获减刑更多 因为企硬不认罪、不求情 何归岚就成功争取自己无刑期扣减 判了七年 判刑之后何归岚就在社交媒体发文 继续在企硬写了很长的一篇文 试图用最善情的方式去取悦反对派信众人 其中有几句香港市民要特别小心的 就在最后那几句 他就这么说的 尤冲希望你都有勇气面对自己 继而打开自己 体验世界 感应他人 不再停在思想自由的幻觉之中 你要在现世自由 香港可以是什么呢 期望见到更多不同答案 何归岚就将他盲目支持黑暴的所作所为 配合非法初选案 涂入去自由的概念 暗地里就在里劝手足 继续思考搞事的方式 至于长毛梁国雄说得更加直接 他在写给他老婆的家书里面 又赖自己的衰运是由于政治迫害的牢欲 而无得与老婆相爱 他说明了 没有后悔 还叫大家继续奋斗 继续碎人家搞事 至于身为惯犯的黄之锋 因为应罪减刑 而判监四年八个月 他退庭前就在犯人栏里面 大叫我爱香港 拜拜 为这宗案写下其中一个 很有黑色幽默的注脚 你用这种方式 从2014年占宗到2019年黑暴 再来到今次的非法初选案 你黄之锋的一切所作所为 你猜你说我爱香港 就可以叫香港人原谅你吗 我们见到这些言论 你就会明白 这些人最重要的就是 自己一定要赢 甚至借用暴动的发生 去推动颠覆国家政权的非法初选 正常香港人和他的矛盾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法律就成为了唯一可以主持公道的手段 所以每逢反对派政客犯法坐牢 他们的手足一定声大甲恶地骂 冤若我没错 这次当然就不例外 而且更加恶 非常之不服气 不认输 不想罚 老牌政客 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 就说对判决感到伤心和震怒 在他的口中 整班被告没有破坏公物 也没有伤人 觉得判刑太重 和他们同声同气的 还有社民连的陈浩环 他甚至更进一步 说对于参加过2019年黑暴的香港人来说 判刑已经是属于打压了 无论四年还是十年 都是不应该的 这些绝对就是输打赢要的典型了 这帮人更将波推到政府身上 说政府要打开新篇章 但是判刑令人很害怕和很担心 言下之意 未又是叫人家要放生这帮人 最好你跪下就叫做新篇章 在这些人的眼中 香港不可以保护国家安全 当香港社会由2019年开始 出现极度暴力的暴动 试图去杀警察、烧平民 打烂了非常多的公共设施和店铺 公然对反对暴力的市民 集击、私了 不停起人底 他们依然用反修例运动 这种色彩 混到淡了的字眼去形容 这帮人自然会对以戴耀廷为首的人 要用非法初选 进一步搞乱香港政制夺权 觉得一点都没问题 你说是否很可怕 所以我一直觉得 香港人可以原谅很多被人骗了出来搞事的小市民 但一定要记住这47个人 因为他们在香港水深火热的时候 还想插多香港很多刀 搞初选去分裂香港 是真心想香港死 自己就要赢了 美国国务院明明是幕后黑手 但就在11月20日凌晨发表声明 假装强烈谴责判刑 恐吓正在採取措施 将会向多个负责 执行港区国安法的香港官员 实施新的签证限制 我们先不要说这些限制 是否纯粹表态 美国阻撓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执行跟你level差不多的国安法 这些究竟是什么玩法呢 判监被告之一的刘永康 他的女朋友王于桥 在庭外的一套说法 可能给了香港市民一些的启示 他是这样说的 2021年到现在 好像做了一场大戏一样 强调这一场戏 还未落幕 只是中断 不知将来终点在哪 他其实是否暗示 或者相信 未来还有大事会发生呢 这些事对黑暴 会不会更加暴力恐怖呢 平民百姓是否说句相反的意见 就会被暴徒袭击灭声 甚至有更严重的后果呢 我们这一刻真是没有答案的 判刑过后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的时候就说 他说会研究就着个别的判刑 考虑提出上诉 在反对派眼中一定是觉得是主死的 但实情就像我们昨天说的 这次是香港第一宗颠覆国家政权案 有很多事是要透过司法机构好好厘清的 市民也想知道红线是怎样画的 搞守戴耀廷的量刑起点 定在15年 到底是否合适呢 国安法基本法23条立了是未够的 法例是需要引用和完善 才可以令到法制进步的 社会亦都要思考 对于死硬派来说 他们没有可能会怀着富裕坐牢 几年后放出来了 他们的更生对社会的影响 又可以怎样处理呢 大家记得有五个人明年最快五月就可能会出育 这一点都是需要社会各界 摊开来说好好地讨论 好了 今集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